我们有个同事对羊肉过敏 所以大家每次吃烤串都带上它 脸肿得越糟糕 那家的羊肉越真 咱俩去闻个情侣纹身吧 你就闻一个老婆我爱你 一生一世永不变心 变了心永世不得超生 那你闻啥呀 我就闻个好 不是说加班吗 怎么有酒味 我口渴 路上买了瓶啤酒喝 我全体闺蜜不信 都觉得你没加班是去喝酒了 不会喝酒喝酸奶的女同事敬酒 她端起杯子对领导道 领导 我用我的奶跟你碰一下吧 领导一愣道 现在也不是时候啊 女儿求父亲帮她做一件事 那你得夸一下爸爸先 你女儿长得真漂亮 跟闺蜜去一家店吃面 老板年轻帅气腼腆 闺蜜不停在夸老板 好厉害哦 老板突然套上了结婚戒指 同班女生被夸有女人为了 她问 从哪里看出来 你以前都自称老子 最近变成了老娘 闺蜜去澡堂洗澡抄小路回 有个印井盖被工人掀开旺盖上了 她一脚踩空居然用手撑住了 向路过的呼救 男生看到披头散发的女子喊救命 吓得头也不会跑了 如果离婚了 我真的就一无所有了 不要说你一无所有 你不是还有病吗 男人都是喜心厌旧的 谁说的 我也很练旧的 我怀恋你年轻的时候 老公想买辆汽车 老婆说 车子是男子的另一个老婆 你买车就犯罪了 那车子登记在你名下 你还想光明正大找情人 老公 你进来老是说梦话 要不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不用 我在家里就这一点点发言权 看老婆不开心 就说我捡了一千 结果 非要我全交出来 抢走仅有的二十 然后 逼我写了欠他九百八十的欠条 相亲发觉是高中体育老师 我语无伦次的说 怎么这么多年了你还单身 我从那会就开始注意你了 所以一直在等你 戒烟最难的 并不是自己的烟瘾依赖 而是兄弟们软磨硬泡的让你吸 兄弟想 我戒不了 你也别想戒 小弟拉着妈妈的手说 今年的家长会 您就别去了吧 为什么呀 家长会的性质跟小三差不多 都是破坏家庭和谐的 相亲时候 姑娘一直在看手机 我问 你是赶时间吗 面对喜欢的人不知道怎么谈话 所以查百度 哥们小孩数学成绩不好 还喜欢玩电脑 朋友把开机密码改成数学题答案 每天写一道题放在电脑前 几个月后数学竟然考了九十份 和女友一阵赋予翻云过后 她十分不高兴 翻转下床去米袋里 抓了一把米洒在地上 兄弟们知诏 请女孩子看电影 而且要诡骗 上周约好了女神 像别人说的那样 一开头 我就把头埋在了她怀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